只不過我們現在看到 其實福茂的爭議持續的延燒下去 正反意見甚至有一些激化對立的趨勢 導演李剛昨天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的語氣屢屢停頓中斷 坦言他不樂見台灣社會 瀰漫這種肅殺的氣氛 其實像這種公共議題 你當然不能夠只分好壞兩分 而且就是應該要更廣泛的 大家一起來討論 好 李剛說呢 福茂對國家發展應該是對的事情 但是他也反對這個黑箱程序 或許藉由學運能夠衝擊僵硬的國家體制 讓國會不再把持在少數人手裡 不過他也說這個事情 當然不能夠單純的定義是好人壞人 不因表態就被攻擊 到頭來變成大家都不敢講話了 台灣的社會不應該是這樣的